嗨,我是诚意 睡不着的话 就来我的同名微信公众号 诚意,找我吧 不管多晚 我等你 真心喜欢一个人是一种什么感受 就像最近特别火的一首歌 喜欢你当中唱的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随便你带我到哪里 你的脸慢慢靠近 明天也慢慢清晰 喜欢一个人就是会把他规划进未来 无说无可 想和他粘在一起 就像林徽因对梁思诚说的 答案很长 我要用一生来回答 也可以是周总理对妻子说的 我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我要你 我希望有来生 喜欢一个人就像封走了十万八千里 不闻归期 也像绿草燃山剂 你也许说不出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但你知道 他是你不爱别人的理由 所有的美好 你只想和他分享 所有的苦闹 你也只愿对他倾诉 过去未来 你都只喜欢他 因为喜欢 所以想随时随地和他在一起 还想和他一起做很多事 春天 想跟他一起去踏青上画 夏天 想和他一块 看冰棍 吃西瓜 秋天 想和他一起 赏秋夜的静美 冬天 想和他屋里 围露野花 寒暑往来 秋收冬藏 到直香 等他一起 可能吧 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这样 他在的时候 他是一去 他不在的时候 一切都是他 就好比歌中唱的那样 连落日 也看脏春夜 车窗上的雾气 都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 想起他的时候 若目无别人 私下皆知等 怎样才是真心喜欢 有句话是这样形容的 当骄傲的人开始低头 当倔强的人开始服软 低头是因为喜欢 服软 是因为爱 在直呼上看过一个故事 楼主的奶奶90岁了 两只耳朵都众多耳聋 要凑近了大声说话 他才能听见 而且他不认识字 听不懂普通话 奶奶平时很少出门 一般都是在家里种种菜 看看电视 一次打发时间 他不认识字 看的也只是电视里的人物 与画面 楼主的爷爷 脾气一直很臭 有事没事 总会骂骂咧咧 吃个饭都挑三拣四 有一次楼主回奶奶家 看到老连口坐在一起看电视 爷爷正凑在奶奶耳朵旁边 一边和他讲解 电视里的剧情 一边在奶奶手心笔画 帮助他理解 后来 老主才了解到 爷爷平时那么大声说话 其实是为了能让奶奶听得见 老主说 他爷爷要强 大声了一辈子 只有在奶奶面前 才低声细语 终于爱情 终于岁月 终于责任 终于圆满 我想用这十六个字来概括 他们的爱情再何时不过 这大概也是喜欢一个人的 最高境界 不管生活怎样 随随念念 爱情依旧 随随念念 无论事实如何变迁 他都会 爱你如初 待你眉眼如故 爱你 是他一生的承诺 陪你 是他一生的心愿 故城在门前 一世中说过 草 在截他的种子 风 在咬他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这可能就是喜欢一个人 最好的描述 有喜欢的人 是一件舒服 而又幸福的事情 足够幸运的话 你会得到同等的喜欢 像何以晨 对赵陌生的深情 像肖纳 对贝薇薇的宠爱 像肖北 对陈年的守候 也像 他对你的偏爱 也许情不知所起 但一往而生 万物皆有诡计 而他偏向你 不问缘由 没有期限 没有套路 只有真心 遇见你 喜欢你 爱上你 一切水到渠成 自然而然 在今天520 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希望每一个你 都遇到那一个 想牵手 相伴一生的他 也希望你的每一句 喜欢你 收到的下一句回应 都是 我也是 假装冷漠试探你 会不会对我好奇 偌大的城市 有我和你 占战自喜 你想去哪都可以 我笨笨的没脾气 偷偷的搜索 名声孤寂 越会深敌 越靠越近 两颗真心 交换一封信 每个字都出卖我心意 全都是你 看着你 看着我 好像有些话想说 你别怕别闪躲 轻易放心 烦恼交给我 看着你 看着我 抛开一切的对错 我也是 一样的 拥抱你的 快乐和困惑 假装随意提起你 打听你联络信息 加班太疲惫 被堵车开会 都没关系 对不起让你生气 有时候我太着急 认真听你说 他的道理 点头同意 越靠越近 两颗真心 交换一封信 每个字都出卖我心意 全都是你 看着你 看着我 好像有些话想说 你别怕别闪躲 轻易放心 烦恼交给我 看着你 看着我 抛开一切的对错 我也是一样的 拥抱你的 快乐和困惑 喜欢你 喜欢我 别走践那些对错 我也是一样的 天上的星星都在闪烁 我也是一样的 我也是一样的 他这家图 充分之 是一样的 那么您 感谢 可 人 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